行李輸送帶正在測試運轉 航空公司報道櫃台也已經搭建完畢 從2017年開始的人川國際機場 第二航下擴建第四期工程 工程率超過了95% 正在進行最後收尾階段 擴建工程結束後 人川機場每小時的航運次數 將從90次增加到107次 年旅客吞吐量將從7700萬人次 增加到1億人次以上 成為巨型國際機場 1億人機場時代 預計在7年後實現 特別是這次擴建標榜的是環保機場 航下輿運所需的能源中 有18%將由太陽能等新再生能源提供 戶外還佈置了天然庭園 人川機場第四期工程 預計在今年10月結束 年底開始迎接旅客 屆時將成為全球第三大機場 第五期工程則預計在2030年完工 同一時間 仁川機場所在的永宗島 也將興建亞洲最大的 尖端航空維修園區 航空維修業務主要包括 維護保養 修理與翻修 簡稱MRO MRO全球市場在2016年 達到676億美元 預估到2026年 將突破1000億美元 由於南韓國內 航空專業人才不足 對海外依賴度高 南韓國內市場規模 只有約17億美元 南韓政府預測 如果在南韓國內 消化海外維修量 將創造5000多個工作機會 10年內將產生約70億美元 規模的生產效益 這個航空維修園區 佔地71萬坪 約等同112個足球場 頭號入駐企業是以色列最大的國營軍工企業IAI 從今年7月開始進行貨機改造業務 美國貨物專用航空公司阿特拉斯的維修中心 也將在今年開始動工 仁川市預估 極端維修園區將帶動增加1兆 含元以上的地區生產總值 計畫吸引更多跨國企業進駐 體育變新聞綜合報導 創生產總值 感谢观看